好 紧接着我们要继续带您来关心到 在台北的北投有一名65岁的富人 带着装有194万现金的背包来搭捷运 没想到在上厕所的时候竟然是忘记带走了 最了解这笔钱是要买房的款项 医师在捷运站里头让他好慌张 下得赶紧报警 警方也迅速调阅了监视器追查 发现已经有好心人把背包送到明德捷运站的服务柜台 经过清点确认的确是富人所有 后续富人也感谢远景帮忙找回买房款项